第361期 吕树有心想直接单独找找对方在哪儿 毕竟看资料上这群选手吃掉的那些法器和零食都没有往外消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他们手上东西有很多 这时候 吕树觉得自己既然能力越大 那就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同学们好好学习好了 危险这种东西 他来面对 说实话 虽然中玉堂告知他实力等级需要保密 吕树原本以为自己来队伍里完全是偷摸滑水 关键时候抢东西的计划 毕竟其他天才都心高气傲的 他在队伍里应该不算特别显眼 结果连涅亭和石学进恐怕也没想到 就城市生存那几天的追逐战 反倒是莫名其妙地奠定了吕树 在天罗帝王里的人气 首先他身为C级修行者 你别管他资质到底怎么样 起码C级已经是天罗之下的第一梯队了 这是硬实力 其次 吕树在追逐战里面 面对一百多号人毫不胆怯 竟然还敢偶尔反打 这种感觉就很有种了 是不是天罗之下第一人不好说 毕竟天罗帝王里面C级也是有几个变态的 一个个修行与觉醒双修 手段诡异霸道得很 但吕树起码也是C级里面 实力的中上游 一开始 郝志超觉得自己是没动用飞剑 所以落败 但事实上 后来郝志超反思了一下 按照吕树的速度 搞不好自己第一次飞剑 如果没有伤到对方致命的部位 对方能把自己给硬生生地拼掉 天罗帝王里面的气氛 导致吕树在同学之间的地位骤然上升 谁都知道老兵都认可他 一百多号老兵追着他捶 结果还没捶着 然后便是当下 陈祖安的心思 他们不是看不出来 但凡有人提议去采点 陈祖安就说他要等吕树 鬼都明白陈祖安有点怂 吕树不来 他不敢去完成任务 就这么拖着 就这么简单也就算了 曹清慈身为地级巅峰 还背着战功 大家都想着以他为首得了 现在天才们经过城市生存后 明白了很多道理 大部分人都放下了自己的骄傲矜持 学会了如何谦逊 既然曹清慈有经验 有实力 那就以他为首 看看他想怎么办 结果陈祖安说他要等吕树之后 曹清慈半点反对的意见都没有 就这么默认下来了 不管大家这两天打牌也好 睡觉也好 都是在等吕树 所以说 吕树在他们眼中的实力 已经有点高深莫测了 瞒也瞒不住 那么多老兵天天讨论他呢 都知道他现在是C级了 道员班里的第一个C级高手 少校军衔 脸上就写着俩字 无敌 此时吕树琢磨着 自己要是有能力 把对方团灭的话 顺手摸几件东西也是好的 毕竟队友都在这里呢 他也不能做得太过分了 能拿的拿 拿不了的不强求 既然猜到对方可能的大本营 隐藏在这个菜市场的地下 吕树当时就动心思了 这人只有脖子扭曲180度 才会死亡吗 未必吧 自己要是站在一个人的头顶上方 用紫金葫芦的话 那人会不会死不知道 起码闪道是必然的 吕树得到无人处 从山河印里取出紫金葫芦 自从飞刀飞进去之后 吕树对扭头葫芦的称呼都变了呀 尊称紫金葫芦 至于对方是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名字 吕树还有疑问 直接叫那个名字 万一不是的话 岂不是很尴尬呀 他神识扫去 扭头葫芦里的飞刀上 污垢已然进去 稳定的悬浮在紫金葫芦之内 刀身上竟然还有星星点点的星辰光芒 倒不是这星辰让飞刀更厉害了 这种感觉像是 自己与对方建立了某种联系 确认了归属 然而 虽然没敢直接叫他那个名字 但吕树内心是有所期待的呀 风神榜里 那位道君有多霸道就不多说了 逮谁谁死 真是挡都挡不住 当然 吕树觉得那也是跟道君的实力有关 毕竟传说中那位道君是太阳离火之精 乃是妖皇帝君之子 是妖族的太子 神通广大 这种选手真是不用装备 也能分分钟吊打一片的存在 法器的杀伤力与实力成正比 这个吕树心里还是有数的 现实中没道理你一个F级 直接使用个宝贝就能砍A级了 那也不现实啊 但是 那也很牛逼了呀 那是道君的宝贝啊 吕树捧着紫金葫芦一脸期待 成不成就在此一举 他诚诚恳恳地说了一句 请宝贝转身 下一刻 紫金葫芦内开始发生变动 骤然间 背刀在葫芦内转了个身 吕树一脸懵逼 嘿 让你转身 你就真在葫芦里面转了个身啊 神经病啊 吕树不信这个邪 请宝贝出来 请宝贝砍人 请宝贝跳个舞 请宝贝说句话 请 我请你妹啊 吕树服了 除了说请宝贝转身的时候 对方转了个身 其他的说啥都不好使 对方理都不理他 而且想要直接催使葫芦和飞刀 都半点反应都没有 控制不了 你果然不是什么正经葫芦呀 吕树当时就想把葫芦砸地上了 结果又舍不得 现在就僵了呀 吕树压根不知道该做什么 能让对方从葫芦里出来 简直就是看得见摸不着 这个世界都怎么了 连飞刀都这么不淳朴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直接去跟地下的二十一个人 刚正面 他站在菜市场旁边的楼上 俯瞰着菜市场里面 一脸犹豫 下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 贸然下去 绝对不是吕树的性格 至于如何确定 对方的准确方位 吕树心里有谱啊 如果扭头葫芦的扭头功能还能用 那么他就可以通过星辰之力的轨迹 锁定对方 当初在黑市场买的时候 他能确定这玩意儿能用 也是因为李典念了月云鹏的名字后 葫芦里喷涌而出的灵力 吕树是能感受到波动轨迹的 现在他要确定一下 没有找到的那五个人 到底在不在菜市场下面 吕树拿出手机 打开备忘录 潘红阳 没反应 张景灵 没反应 这可玩狗蛋啊 原来的功能都不能用了 这可是自己刚开发出来的大杀器呀 你还能再坑一点不 吕树倒是想跟吕小鱼说一声 让安东尼直接来通关 也不用露面 直接钻地下看看情况就行 只是他查了一下 落成到通关两百多公里呢 直接就超出小鱼的控制距离了 而且吧 这安东尼也不能活动得太频繁 现在没亮明敌我身份的情况下 可以说在天罗地网的眼里 安东尼这个钱牌是一正一邪的存在 不在可控范围之内的B级大佬 聂亭能忍他吗 别啥时候被聂亭设个局 直接一刀斩了那多亏呀 什么东方第一高手 这分明就是东方第一刺客呀 吕树一脸绝望地坐房顶 在那玩葫芦 甭管他喊啥 反正葫芦就是没反应 明子家宝贝转身照样不行 这不会是旅典祖上传下来的房品吧 起码你高仿得像一点啊 这飞刀在葫芦里转个身 这像话吗 咋的 睡左边不舒服啊 他仔细想了想 也不能什么便宜都让自己占了 虽然自己已经是C级 但问题在于 这任务本身就觉得有古怪的情况下 吕树当然不会硬要冒险 他还得回去照顾小鱼呢 结果就在此时 吕树身后 有人平静问道 吕树 你刚才在那儿叫谁宝贝呢 来自吕小鱼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吕树一转头 嗯 你咋来了呢 不是让你在家里待着呢吗 这里是菜市场旁边的房顶 吕树坐在房顶的边缘 吕小鱼就坐在他旁边 我来找你玩啊 安东尼能带着我从地底土盾 没人能发现我来这里的 安东尼抢东西都是昨天的事情了 吕小鱼待在家里觉得太没意思 再者又掌握了安东尼这种能悄无声息 奔袭几百里的技能 直接就来找吕树玩了 避开监控就好 他又不是没干过这种事情 结果来铜关之后 他又迷路了 想给吕树个惊喜呢 结果他也不知道吕树在哪 不过有安东尼在 这些都不叫事 一阵大风从铜关以内刮过 就连所有灰尘都能成为安东尼的耳目 倒不是所有吐树决心者都有这个能力 只是安东尼的等级实在是太高了 不过找到归找到啊 刚找到吕树 就听见他在呐喊宝贝宝贝什么的 吕树乐呵呵地 把葫芦的事解释了一遍 吕小鱼才理解 人家不都要拱手作医 说宝贝转身才行吗 吕树愣了一下 这么傲娇的吗 他站起来尝试了一下 把紫金葫芦摆在面前 深深地做了个一 请宝贝转身 然后 飞刀又在葫芦里转了个身 你他妈还转 要不要出来绑个敌啊 吕树脸都黑了 就在此时 下面忽然有一个人 偷偷摸摸地 从东边快步行来 只见他戴着鸭舌帽和墨镜 这大晚上的 除非是为了掩藏行迹 不然就是个傻子 吕小鱼疑了一声 他怎么到这里来了 吕树是没认出那俩人 他又没有安东尼的共享事业 嗯 谁啊 免职的那个厂长啊 另外一个小队门灭了他们吗 怎么放他跑这里来了 我昨天天黑之后 去拿完东西就走了呀 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吕小鱼 纯真的表情装傻 反正要求都是你提的 自己也都做到了 至于拿的什么 吕小鱼还没给吕树说的 全都放在家里 只见厂长偷偷摸摸地钻进了菜市场 吕树眼瞅着他敲开了最里面那间屋子的门 那间屋子黑着 里面有人开门让他进去 对方还注意地看了看是否有人跟踪 结果什么都没看到 才放心关门 这两个黑市还有联系呢 不会是免池那边动手 这个厂长成了落网之鱼 然后逃到了这里吧 吕树打开手机备忘录 厂长本名叫刘大哲 这边菜市场的主事人叫刘大坤 诶 别是堂兄弟亲兄弟这种关系吧 也就在此时 吕树曾见过那支负责免持围剿黑市的小队 一队七人全都朝菜市场这边赶来 其中一人一边跑 还一边拿鼻子嗅着气味 这是觉醒了什么奇怪的异能啊 吕树觉得不对 他招呼了一声小鱼 你让安东宁从地下过去 有机会的话 抢点东西 说完 他赶紧去旅馆招呼陈祖安他们 免池那边的小队 恐怕还不知道这边刘大哲 已经和兄弟刘大坤会合了 这菜市场地下 可是有二十多号觉醒者 如果站在免池小队的角度 他们肯定以为 只剩下厂长这一个落网之鱼 随便打 怎么都能赢 但实际不是这样的呀 人家是有援军的 吕树也不能看着他们出事 索性让小鱼去火中取利 如果双方打起来的话 谁有功夫去管钱 那保险箱之类的东西 这就是吕树所说的机会 然后他带着陈祖安他们过来 只要双方会合 把下面的人都给杀了 也是死无对证的事情 谁知道少了什么 这简直完美呀 吕树一脸兴奋 这边厂长进去以后 顺着地面的一个小梯子 爬了下去 见到刘大坤 就哭上了 哥呀 免吃那边啥都没了 人也没了 钱也没了 我们先日被一个傻子打监 然后还被天罗地网围剿 他哥大坤听了之后 迷茫了很久啊 哪儿来的傻子 你们还能叫一个傻子打劫了 一个B级的傻子 黑色的影子 土气觉醒者 手腕上带着一个白色磨砂手镯 这傻子非得让我们傻笑三十分钟 一言不合一粒傻子 就能打穿我的脚面 厂长逃亡路上想了很久才明白 要是C级绝对没那么霸道 必须是B级以上才行 因为他哥刘大坤就是C级 他知道C级是个什么样子的 然而天罗地网的资料上 刘大坤只有D级 刘大坤不蠢 他知道面对B级 这种仇肯定是报不了的 就算他见到B级 也是分分钟躺地上的事情 他之所以能顺利活到今天 那是因为他不狂不嚣张啊 刘大坤冷静道 你没带尾巴过来吧 他是担心弟弟把天罗帝王给招来 结果刘大哲不吭声了 他现在只想活命 刘大坤一看弟弟的表情 就一切都明白了 他一巴掌扇在刘大哲的脸上 你找死吗 你知道我这里经营了多久 旁边所有人都冷冷地看着刘大哲 对方如果带了天罗帝王过来 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开始亡命天涯了 刘大坤冷静问道 对方多少人 刘大哲说道 七哥 都是地级中间的学生 杀了他们 然后连夜向西北逃跑 兄弟们收拾东西 刘大坤一声令下 手下人神情全都凶狠了起来 零食装在绒布袋子里 钱装在麻袋里 准备让一个力量型觉醒者背着 这些东西都堆在中间的地面上 所有人准备战斗 杀完人再回来取东西 就在这时 地下一个黑色的影子 傻笑着生了起来 吕树给吕小鱼交代的是 找到合适的机会 他的意思是 大家打起来以后 别人就顾不上财物了呀 那就是机会 然而对于吕小鱼来说就不一样了 带着B级大佬打架结社 横竖都是平堂的局面 啥时候不是机会呀 现在对方把东西全都搬出来 这不是刚刚好吗 菜市场黑石大佬刘大坤 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听旁边的弟弟开始狂笑起来 笑 都他妈给我笑 刘大坤一脸懵逼地转头 看着弟弟 一巴掌扇在弟弟后脑勺上 大半夜的发啥神经啊 不过这时 他注意更多地在那团黑影上面 谁他妈这么大胆子 直接这么闯进来呀 等会儿 自己弟弟刚才说什么来着 一个B级的傻子 黑色的影子 土气觉醒者 手腕上带着一个白色磨砂手镯 这傻子非得让我们傻笑三十分钟 一言不合一粒沙子 就能打穿我的脚面 刘大坤头皮都麻了 不是说只引来了天罗地网吗 咋把B级大佬也引过来了呀 笑 都他妈给我笑 黑色影子面前白沙凝聚 嗯 懂事 安东尼拿着中间地上的东西就走了 压根儿没打算跟他们磨叽 刘大坤看着空空如也的地面 简直欲哭无泪呀 但现在不是心疼的时候 留得实力在 不怕赚不到钱哪 他一边哈哈大笑着 一边带着一群人赶紧往地面钻 结果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杂门声 厂长一脸惊恐 他们来了 外面的天才 现在听到他的笑声 后脑勺都是疼的 这是有底牌还是咋的 死到临头了 怎么还这么狂呢 按正常人的想法来看 厂长在缅池遭遇截杀 小弟们全都死完 自己还被一路从缅池追杀到了同关 这种情况下 情绪应该带着点恐惧 声音里带着点颤抖 但厂长就比较厉害了 他好像不会害怕 您在这笑啥呢 就听您这笑声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 您身后埋伏着一万个A级大佬呢 要说这确实是个误会啊 厂长自己现在其实也不想笑的 天才们在门外面面相觑 上次他们听到厂长笑声就以为有埋伏 结果最后闹了半天 毛都没有 摆明了是空城计呀 可问题是 这同样的招数 你不能对圣斗士用第二次吧 笑 你现在可劲地笑 等会儿有你哭的 天才们这次是不打算相信了 直接破门进去 格杀勿论 他们七个人追杀这个厂长也不顺利呀 一路上也是伤到了好几个 现在心里都带着气呢 而刘大哲这边几个人 也本身就是打定主意了 直接杀人夺路 原本天罗地网安排的 就是让吕树来对付他们的 按照聂庭的想法 有吕树在 屁事都不会有 结果阴差阳错阶 竟然让免持的小队 直接对上了同关这里 最难对付的黑市 刘大哲知道 外面是七个天罗地网的地级高手 但他们这边人多 自己又是C级力量系 确实完全有实力突围 只要他们顺利地 隐姓埋名到了大西北 那里自然有他相熟的人接应 原本一直有人拉拢他 加入某某某觉醒者组织 去闯荡外面的世界 然而刘大哲觉得 自己还是在同关这里 积蓄实力比较好 所以拒绝了 现在虽然仍旧抵触 去给别人当小弟 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吕树这边跑回旅馆 旅馆本身就不远 他在楼下就开始大喊 赶紧下来 有人抢咱们任务 喊别的估计不好使 现在喊 有人想抢他们 晋升C级的资本 那就是大仇啊 陈祖安他们 一个个赶紧往楼下跑 结果曹清慈 抓起自己的长剑 还有铝树 存放在房间里的 两杆长矛 直接从四楼一跃而下 陈祖安他们 还没出门呢 曹清慈就已经到楼下了 有时候大家虽然有了能力 可思维还是以前的惯性思维 比如下楼要走楼梯 原本已经跑到门外的 陈祖安他们 赶紧回来 学着曹清慈一样往下跳 四层楼的高度 对他们来说真的不算什么 一群人跳下来之后 夜色中 陈祖安左右看去 陈祖安呢 旁边陈祖巧黑着脸 祖安哥 我在这儿呢 他的脸是真黑呀 陈祖安寻着声看去 当即倒吸一口冷气 白天不醒啊 你咋可以成这样 吕树懒得听他磨叽 一巴掌扇后脑勺上 哎呀 人家还不是为了暗中保护你 来自陈祖安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来自陈秋巧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暗中保护我 是说脸黑的吗 曹清慈将长矛扔给吕树 走 吕树将长矛拿出 开始狂奔 吕小鱼已经给他发短信 说了屋子里的情况 还说里面有个C级 疑似力量系 看到短信的时候 吕树就有点疑惑 难道吕小鱼已经动手了 不是说要等机会的吗 这么快 现在也顾不上管那么多了 吕树带着身后的六个人 开始狂奔 去晚了 搞不好免持那支小队就凉了 结果还没到呢 就看到七个学生 朝自己这边跑过来了 后面还追着一群人 喊着 别跑 吕树当时也纳闷了 现在开黑市的都这么嚣张了吗 完全颠覆了吕树之前的印象啊 同关这边的黑市 不该是很低调的吗 其实刘大哲原本也不想追啊 然而他现在 钱和零食都被抢走了 又看到这七个学生 手里拿的七柄制式长剑 立马就动了心思 这一柄常见太值钱了 拿到境外 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本钱 结果没想到的是 这七个学生里 竟然还有人藏桌 觉醒的异能 在关键时候挡了他们一阵 免持小队的天才们 看到吕树和曹清辞他们的时候 就狂呼 快跑啊 他们都知道身后有个C级 这确实不是他们能抵挡的 然而他刚说话 忽然看到吕树竟然高高跃起 身体如同拉开的铁胎长弓一般 手里两杆长矛 如同炮弹般 砸向刘大哲和厂长他们 这一出手 刘大哲就知道遇上硬茬子了 自己是力量系 看对方的力量 却并不比自己差 因为如果换了是他 他根本无法将投掷长矛 做到这一步 只见长矛扎入地面 瞬间将一人穿透 而后地面炸起了深深的大坑 也正是这刹那间 曹清辞已经随着他的长矛 冲进了人群 他手上的长剑亮起幽光 如同偏然起舞般 已经抹开了一个人的脖壳 这杀人的利落程度 丝毫不像是第一次 要知道 他之前只杀过骷髅啊 曹清辞选择的时机非常好 长矛扰乱了所有人的心神 而后他便像是一个刺客般 展开无情的收割 动若鬼魅 陈祖安他们都快看呆了 感觉这俩人配合 简直是天衣无缝 好像没大家什么事了 哦 六六六 程秋桥也说道 六六六啊 免吃小队的天才们愣住了 你们不上吗 喊六六六就完事了 还没等免吃小队的天才们反应过来呢 只听刘大哲忽然转身 跑啊 吕树是一脸懵啊 笑啥呢 有这么好笑 说吕树提不动刀了 还是你们飘了 说实话 这事吕小鱼还没给他说 他也压根没往那边去想 所以现在的第一反应就是 你跑就跑吧 笑啥呢 刘大哲身为力量系C级实力 他要真的想死了心 丢下兄弟们逃跑 一般人还真的不好追上他 结果就在他还没跑多远的时候 街道拐角处 忽然走出了一个稳健魁梧的身影 只是简简单单地站立在那里 沉妖 抬手 出拳 此人背后虎形法印骤然奔腾而出 夜空中仿佛响起一声唬响 拳印已知 开河间无可匹敌 就连街边的树叶 也全都受尽力所逼迫 向前席卷而去 吕树松了口气 其实他应该想到的 在中原地带 李一孝怎么可能不来当保姆啊 刘大哲 凉了 别看李一孝平时笑咪咪的 然而真的战斗时 这一拳便有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 只是一拳 刘大鲲来不及躲闪 只能双臂锦盒 硬生生扛了下来 不过力量系决心者不是那么容易死的 这一戏的特点不就是特别扛揍吗 刘大鲲知道今天自己栽了 心中发狠 想要拉人去地府垫背 一边吐着血 一边拼起最后的痕迹 朝曹青祠冲去 然而就在他刚刚扑到曹青祠的身边时 忽然感觉自己视线里的所有东西都慢了一些 这不是死前的幻觉 而是对方真实的能力 所谓草木枯荣都会随着时间而变迁 大抵这世上所有的事情 都是挡不住时间这种伪力的 可若是有人能掌控这种能力呢 若是他没受伤 也许这点作用根本不算什么 如果是元素系的话 甚至可以用自身的力量隔绝 毕竟对方也并不是真正的时间掌控者 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他眼睁睁地看着时间的作用 在自己身上无限放大 就好像看着录像 忽然有人按下了慢放似的 一柄锐利的长剑 轻松无比地突破了他的心脏 从前心进入 从后背贯穿而出 其实从吕树旁观者的角度 已经察觉到了曹清慈的能力 究竟是何等可怕 难怪自己当初会感觉 那是一种法则式的存在 当然曹清慈所能达到的程度 仅仅是将受伤之后的刘大昆的速度 降到与他持平的样子 然后杀死对方 如果把刘大昆换作自己 他一样必死无疑 但谁都无法否认 觉醒这种能力的人 听起来就比较高端 而且 这种人要是晋升到了A级呢 那是一种什么体验 至此 吕树他们的考核之旅终于结束 吕树刚准备去跟李一孝打招呼 结果李一孝浑原的身躯 转头就往菜市场跑去 这是去抢战利品去了 吕树他们一起跟了过去 一个个都跟进了那间宽阔的地下室 这地下室好像是建立在一个防空洞的基础上 菜市场本身就在防空洞上面 后面被市政工程给堵死了 留下了这么一个空间 成了刘大哲他们藏物纳垢的地方 空间不小 看着刘大哲他们也细心改造过 里面都是点单间什么的 床铺整齐 李一孝在里面翻翻找找了半天 东西呢 刘大哲他们手上的法器 都被天才们拿到手里了 这些东西是要上交的 大家都清楚 不过天才们也知道 自己此行就是来换功劳的 只要有功法 其他都不太重要 但李一孝就不这样想了 他就是来找钱的呀 这么大一个黑市 怎么可能没存款呢 难道存银行里了 这不对呀 这种捞偏门的生意 一般都会把钱随身带着 再不计也是埋在哪里 然而现在什么都找不到 李一孝郁闷地坐在一个沙发上沉思着 对方真要是把钱存在银行里 基本上也跟他没啥关系了 李一孝把吕树拉到一边 埋怨道 哎呀 你怎么没有找到他们放钱的地方就动手了呀 吕树摊手 嗯 实力不够啊 而且搅和的东西不都要上脚的吗 李一孝痛苦地挠挠头 哎呀 屁呀 这种黑市 谁能对得上账 交不交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 吕树无辜地看着他 不 是我一句话的事 吕小鱼由安东尼带着一直躲藏在地下 当刘大坤死亡后 他拘走刘大坤的魂魄便撤了 这个世界上也不会天天都有B级大佬的魂魄可以具现 有个刘大坤这样的C级力量系中阶 已经算是幸运 居完魂魄就走 回家数钱去 换个大电视 买好几个盒子 吕树藏一个 他就再买一个 就是这么的阔气 免池小队这边 开始给大家讲述他们微小的经历 中间好几段过程 把大家听得是一愣一愣的 说实话 他们是真实经历的战斗 厂长身边的手下 他们都杀绝了 一开始第一次杀人 心情非常的抑郁 但是想到还有一条漏网之鱼 谁还顾得上抑郁呢 正是这种高压环境 才促使他们成长 而吕树这边看到李一笑就明白 其他人身边肯定还有保姆 反正就这么十几支小队 一队配一个C级当保姆 绰绰有余了 如果陷入危险就出来救场 如果没有危险就算了 就看李一笑的出手时机 吕树感觉 若不是他发现这队人里有C级 他可能早就摸去菜市场了 天罗地网最终的目的 还是在有保障的情况下 迅速地将这群天才培养出来 难道现在外面的世界形势 已经如此紧张了 这想想也是啊 现在一计是一个接一个的出现 外面必然也是如此 这种情况下 修行者之间谁都想占得先机 若是有天罗地网的老兵 在外面遭遇不测 国内也必须马上有新生代的力量 补充上来 修行界的争斗 似乎也没什么特殊 都会死亡 只是 在勉持小队的讲述中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他们为什么要笑啊 这你死我活的战斗中 对方就连跑路都能喊得 那么豪迈霸气 一副生死置之度外 只副笑谈中的豁达态度 陈祖安感慨道 若不是走上歧途 他们也算是条汉子了 吕叔下意识地就觉得不对劲 勉持那边也笑 同官这边也笑 不会跟吕小鱼有啥关系吧 李一笑懊恼地走了 他原本以为能在这里丰收一波呢 结果是一无所获 他总觉得 这之中肯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就像是有一块真相拼图 被人隐藏了起来 想了半天 却百思不得其解 最终得出结论 自己真的不适合思考 现在所有知道安东尼存在的人 已经全数死亡 吕叔比较开心的是 安东尼已经成为他浑水摸鱼的第一大杀器了呀 就在李一笑走之前 忽然把吕叔叫到一边去 哎 有没有兴趣去国外玩玩 吕叔愣了一下 嗯 国外 哪里啊 玩什么 当然是进一季了 有可靠的情报 有一个地方的一季快开启了 你也听让我去 我说不着 咱俩一块 李一笑几眉弄眼地暗示着 若吕叔实力没有达到C级 他也不会带吕叔去的 毕竟实力不够 只能是拖累 那边又不是国内 打起来 真的分分钟都要死人 第365集 去国外 自从上次李一笑说 要带着吕叔去一记吃香的喝辣的之后 这还是李一笑第一次 对吕叔正式发出邀请 倒不是说李一笑把吕叔给忘了 而是吕叔把李一笑给忘了 毕竟掩湖一记那么远 吕叔又可以自己进出一记 现在有了少校军衔 更是进出无碍 想怎么进就怎么进 而且中原地区 又没有新开的一记 所以俩人也就没有那么频繁地 提起他们的计划 结果这次再提起的时候 就已经是要去国外了呀 吕叔现在还不知道是哪里的遗迹要开了 只不过看李一笑的神情 似乎天罗地网是打算派他去的 吕叔有点疑惑 为什么不是A级去呢 去了不是吊打一片 李一笑乐呵呵地笑道 核弹能随便用吗 各个组织都是有默契的 咱现在也没法把他们赶尽杀绝吧 境外的修行组织里出现A级 也是早晚的事情 哦 李叔点点头 原来大家这么快就产生默契了 是因为李贤一那次出手震撼力太大 杀B级只需一件这种威慑力实在太吓人 所以搞得大家现在没有A级的组织 全都站到一条战线上来 A级不得出手海外事务 不然各大组织自己的A级诞生后 大家就等着爆发大战吧 除非你能把我们全杀完 然后站在世界修行组织的对立面去 能杀完吗 杀不完 而且聂庭好像本身除了对一记的关注度以外 并没有想要在海外掀起战事的打算 其实说白了 就是那些境外修行者组织有点怂了 这打又打不过 只能联合起来抗议 李笑开始画大饼了 只要咱俩进了那边的一记 到时候一记里面的东西还不是咱俩说了算 吕树并没有一口答应 我考虑考虑 行 也不急预迟 一记开启还得好一会儿呢 李一笑走了 吕树之所以有些犹豫 是因为他有他的担心 真要是像李一笑说的这样 只要进了一记就他们说的算 那就好了 可吕树很清楚 现实情况一定不是这样的 安东尼 还有那个控水的B级觉醒者 自己这么快就已经见了两位境外B级觉醒者了 国内一直都没什么机会接触海外修行者 觉醒者的真实情况 基金会论坛上的事情 有些可信 有些不可信 但吕树在黑暗王国的网站上看过 光是一个帖子里带着B级标志的ID 他就见了几十个 这还是能见到的 那没见到的呢 都说了一记是全世界高手的狂欢 那一记里会是个什么情况 其实大家都有数了 怎么可能会那么简单 吕树确实是死要前的性格 可问题在于 自己真的能拿到吗 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 去B级扎堆的一记里生存 吕树自己也没什么把握 他现在的速度倒是不比哪个B级慢了 单打独斗跑路 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 可问题是 对方人数多呀 说到底 吕树还不是什么亡命之徒 他就是一个小市民 现在最大的愿望 还是平平安安地混完高三 然后去修行者学校里瞅瞅去 眼见着北盲一记上面的学校 在迅速拔起 光是样子就特别好看 吕树挺想去看看的 结果同学们都还在努力修行 努力学习的时候 他都要去国外浪了 吕树觉得自己得好好想想 迄今为止 吕树做的事情大多都是有把握的 而海外一记 还没有把握 其他天才们都一一与吕树告别 重新返回京都交任务去了 完成了任务 就能获得两仪参同器的C级功法 这对于所有天才来说 才是最大的诱惑 只不过于一开始 大家怀揣着 一招成名天下之 扬名立万这种思想 奔赴京都不同 涅庭竟是用这短短的一个半月的时间 让所有人的心思都沉静了许多 稳重了许多 考核有没有必要 城市生存有没有必要 这就好像是部队里有人问 占军资到底有没有必要 天天练向左转向右转有没有必要 这种事情 只有真的出了成果 才能知道到底会怎样 而这次甲级资质天才 集体进京数职的一个半月 从结果来看是好的 所有人都走了 吕树是直接回洛城 因为他不用功法 这事李一笑给他沟通过了 终于结束了 吕树的心情忽然轻松起来 他坐在同关开往洛城的火车上 远方田野与天际相连 一望无影 就连云朵也仿佛垂在地面 京都刘海胡同四合院 聂亭坐在院子里的核桃树下 看着文件 石学进便悠闲地躺在旁边 躺椅上看书 他看书很慢 寻常人一夜只需看几分钟 他却有时候能看足足一个小时 石学进手边放着一摞子现装书籍 怕是每一本看样子都价值连城 渴了便从手边取来紫砂壶 戳饮一口 而书中的内容 仿佛就是他立身与这世界上 唯一感兴趣的东西 聂亭头也不抬 若是那枚红色果子没有还给吕树 你现在也不用这么费劲地想要另辟蹊径 等你琢磨透了 说不定也该入土了 石学进笑起来 我还能跟小孩子抢东西不成 无妨 找闻到 惜死可以 我倒是挺好奇 你向来放眼全局 一个人得失 从来不在你心里 只是这次为什么如此关注一个小孩子呀 聂亭平静地看着文件 我倒是觉得 他未来可能会是全局里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离笑不太靠谱 陈百里强硬却耿直 封叶明性情甜淡 不惜争斗 另外三位此时安心突破 我毕竟坐证惊机 算来算去 天罗地网还需要一个处理外事的人 石学进笑道 原本李贤一是最合适的人选 可惜理念不同 可你觉得吕树就能成 你觉得他这次会跟着李一笑去吗 为了间接地哄他去 你竟又把李一笑给派出去 恐怕李一笑都不知道原有 李一笑会说服他的 聂亭起身 看向身边的核桃树 这树是当年老师栽下的 如今老师已然化作一捧尘土 而他也不再是那个天天蹲在核桃树下 等核桃熟透的少年 石学进不知可否 天地枷锁已被陈百里冲破 境外势力 怕是很快会有新的A级诞生 此时核桃树上枝叶繁茂 呼得全都晃动起来 聂亭叹道 吓 起疯了 刘家寨村 吕树悠闲地靠在躺椅上 韭菜苗插得均匀点 来自小熊许的负面情绪值 加三百九十九 只见吕树他们买下的宅院前 小熊许正怀里抱着一捆韭菜 往泥土里插秧 这一捆韭菜比他还高呢 小熊许在泥土上面写字 你怎么不插秧 吕树瞥了一眼 你瞅我像是下地插秧的人吗 来自小熊许的负面情绪值 加六百六十六 现在小熊许认字都认得差不多了 结果就在他以为 自己终于可以解放的时候 吕树的回归 又带给他新的工作 按道理讲 大面积耕种韭菜最好的办法是播种 不过吕树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卖韭菜种子的地方 只好先这么凑合着 反正就不是自己下地插秧去 一般情况下 用于贩卖的韭菜 最多割五六刀就差不多了 不过吕树也想看看 在福地里种韭菜是个什么样子 这玩意儿生长周期很快 也不用担心多么耗费时间 吕小鱼带着皮皮猪和大喵去山里玩了 小熊许本来想跟着去的 结果被吕树强行抓中钉 等小熊许反应过来 想让吕树把大喵也给留下来 一起插秧的时候 大喵已经提前跑远了 此时吕小鱼和北茅那边 驻扎的天罗地网成员都混熟了 一个个大哥大姐看到吕小鱼 就送吃的送零食 吕小鱼每次从山上回来的时候 皮皮猪背上都堆满了零食 跟上山打猎一样 猎物就是零食啊 小熊许忽然忍不住了 他直接招来自己的十几个小弟 然后开始指挥他们进行插秧工作 这一层层剥削下去 小熊许忽然发现 有小弟真好啊 而吕树则是忽然发现 在小熊许把洗髓果实 稀释之后的汁液分发下去后 他的小弟里 这群灰老鼠里 竟然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出现了十几只F级的存在 这洗髓果实功效 对于野兽来说这么强悍的吗 之前吕树觉得 这玩意儿提升资质是很强悍了 不过陈百里和李贤一 当时能够突破 并不是洗髓果实的作用 洗髓果实并不会对突破大关爱 起到什么帮助 他们能晋升A级 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积累所致 在根基修复之前 他们早就修行到了瓶颈 然而一直受根基衰败的拖累 无法突破 洗髓果实将根基修复好 然后让他们有趁热打铁 一举突破瓶颈的能力 现在吕树倒是觉得 如果小雄许满城的小弟 都能晋升到F级 那是多么恐怖的场景啊 吕树决定 找机会给小雄许追加点投资 手里现金就足足有三百多万 零石也达到了六十多克 还多了一柄天罗地网的智势常见 这种情况下 吕树非常想找个地方 把零石什么的都给处理出去 但中原地区的黑市 都灭得差不多了 手里这么多现金 吕树又打起了开旅馆的主意 这一片地方绝对是足够的 旁边就他一家居民 根本谈不上侵占别人土地什么的 反正修行者学校早晚都是要开的 那自己要不要包租工走起啊 好像很有前景的样子 此时 吕树躲到山上 纯粹是因为要躲着李一笑 这货现在连学校的事情都不管了 天天就往吕树家跑 就是为了劝吕树 跟他一起去国外遗迹 李一笑现在是真的穷啊 他总不能把黑龙毛给卖了吧 每次执行任务都很难收获什么 结果他堂堂天罗都捞不到油水 吕树却总能好运 这李一笑从涅亭那里知道了 拱义的黑市 疑似吕树倒灭的 手里肯定有钱 李一笑这时候就在想啊 自己赚不到钱 完全就是因为缺了赚钱的思路啊 他这么多年江湖上行走 打打杀杀地在行 可如果不抢劫的话 赚钱方面真的是弱得一批啊 只是他没有思路 他可以找到一个有思路的人啊 李一笑偶尔也在想一个问题 聂亭为啥忽然在决定派自己去参加境外遗迹 开启任务的时候要跟自己提吕树 不过这事想了半天 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索性干脆不管了 就是要带吕树一起去 这李一笑是个浑人 吕树说不去 他能住在吕树家里 饿了还得管他饭 吕树总不至于真的饿着他 第二天早上 吕树忽然发现 这灵田里的韭菜 竟然一夜之间全都成熟了 而且极为诡异的是 每一株韭菜的末梢叶子上 都已经不再是青绿色 而是火红色 就那么一点点火红色 却把这一片韭菜 与普通韭菜完全区别开来 他出门的时候 都已经有不少村民围观了 在村民眼中 吕树和吕小鱼就是个异类 且不说那硕大的野猪王 还有山猫乖乖服贴在小女孩的旁边 就说昨天小胸许插秧的一幕 都被不少人看在眼里 村民们早就知道 吕树是道员班的学生了 只是村长之前不是说 这片地没有异常吗 怎么这个学生来了之后 就一变了呢 那关键点只能出在这个学生身上 吕树也无所谓 反正一句 所有地方都多了很多新福地 就能解释这个事情 到时候就说自己是感知体质 提前发现了这片福地就好 感知体质又不是什么大秘密 他现在已经习惯了抓大放小 大秘密都藏好 小秘密可以放出去掩护自己 看好家 别让人把韭菜偷走了 吕树给小鱼和小熊许交代一声 就搁了一茶韭菜出门了 他要去市里看看 这玩意儿有没有什么销路 然而他的担心很多鱼啊 有皮皮猪和大喵看着 寻常村民真的是不敢轻举妄动 之前就有村民过来看个新鲜 结果被皮皮猪追着漫山遍野地跑啊 这皮皮猪也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追人 吕树选择的售卖地点 在洛城里面的文丸城 虽然韭菜这东西 跟文丸真的没啥关系 虽然也有人玩植物系文丸 比如核桃 葫芦 手串啥的 可文丸韭菜这种东西 说出去也不像话呀 没法包姜吗不是 吕树不管这些 西径市那边 黑市最先起来的 不就在文丸城里吗 自己这个就是文丸韭菜 第367集 落成的文丸街在老城区 吕树一路坐着公交过去 原本吕树一直对于文丸街抱着敬仰的心态 想象着那里分分钟流水都是十几二十万上下 出手一个文丸就赚得盆满钵满 直到他去过西径市的文丸街 吕树下车后往文丸街里走去 这种地方大差不差 基本上都是有摆摊有开店 路边放着都像是古董一样的东西 最喜欢的顾客就是老外 现在不一样了 大家现在最喜欢的顾客 是道远班的学生 这一开始大家觉得道远班的学生一定很聪明吧 应该不好糊弄 结果大家发现 其实双方智力差不多 只是在武力上有差异而已 而且道远班的学生们缺乏防骗经验 最经典的是 曾有人在一块骨玉上涂抹了荧光粉 结果这块甲骨玉卖出去了五万多块钱 成本一百五十块钱 这简直太刺激大家的积极性了 见到学生进来 简直就差要放鞭炮欢迎了 一家家都有西游法器 把文丸街搞得跟修行界武器库一样 也有老外觉醒者过来 本身就觉得东方文化高深莫测 结果发现 这里竟然有如此多的法器 回去就上基金会论坛发了帖子 中国修行界竟如此富有 然而没过一个小时 老外就发现自己怕不是个傻子 买回去的一个葫芦 据说能诞生出强大的生灵 有几率能喷火能涂水 还能救爷爷 这当时他也没明白 救爷爷到底是个什么神奇的功能 这为什么要救爷爷呢 后来才发现自己其实是上当受骗了 然而文丸街哪有退货的道理呢 老外又不敢在境内招惹天罗地网 只能吃个闷亏 他是旅游来的 正常入境并且向天罗地网报备了的 但动起手来 自己肯定讨不到好处啊 到时候万一维权的时候 招来一堆天罗地网了 那怎么打呀 打120嘛 天罗地网在境外修行者眼里 就是神秘且强大的 这是聂庭他们 用实力与鲜血换来的成就 现在就是这么个局势 全球各国都是一样样的 但凡是境外修行者入境 别管你是善意还是恶意 出了事之后都很难说清楚 敏感时期 天罗地网倒不会这么处理这种事情 而是那位老外觉醒者 担心对方这么处理 吕树把韭菜都装在背包里 大摇大摆的就走进文丸街了 刚进去就有人招呼他 小伙子 来买文丸还是法器呀 这就是要直接确定 吕树的身份了 看他是普通学生 还是道元班学生 结果吕树一脸神秘 我不买 我是来卖东西的 卖啥呀 那谭卫老板也是一愣 看着神秘样子 不会真是来卖宝贝的吧 之前他们可是有人真的收到过法器 一个老农抱着一个青铜剑进来 大家都以为是假的 结果最后被人一万两千块收走 还发现是个法器 光是那笔生意 足够那个摊位老板 一辈子吃喝不愁 摊位老板热情来了 小伙子 我帮你长长眼 你背包里背的是啥 吕树神秘的 闻完韭菜 来自王坤宝的负面情绪值 加二百九十九 老板愣了半天 愣是想不通 这闻完物件里 什么时候出现韭菜这个品种了 咋的 你韭菜还能包姜啊 老板挥挥手 去去去去去一边玩去 吕树也不跟他磨叽 直接就地在这个摊位旁边摆摊 韭菜往外面一亮 那火红色一看就非比寻常 旁边的老板倒吸一口冷气 兄弟 这是福地里出的韭菜 那么红色太绚烂了 看过之后都觉得挪不动眼 现在福地里出的韭菜 早就不论金卖了 而是论根 最开始有人四万块钱一斤在卖 买的人很多 功效也确实好 就算为了健位提神 止汗顾色这些个功效 也有人买 尤其是身体处在亚健康状态的富豪 后来种的人多了 韭菜价钱就降了许多 只是卖韭菜的老板们有点不甘心 直接把金拆开了论根买 零售 结果这一下子 一根韭菜一百块钱 普通人都吃得起了 销量反倒重新提升了上去 现在大概一根福地韭菜的市场价格 是一百三十元一根的样子 可是 旁边摊位的老板在意的不是这个 而是吕树手里韭菜的品相 福地韭菜的标志就是 长成了之后夜末发红 可他也没见过红得这么透亮的韭菜呀 小伙子 多少钱一根 老板问道 他打算买一根回去尝尝 以前做韭菜鸡蛋 那都是韭菜多鸡蛋少 现在不一样了 一盘子鸡蛋里就零零星星一点韭菜 吕树瞥了他一眼 二板 不还价 他当然知道自己的韭菜很不错了 吕树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 结果就在老板刚刚准备搞价的时候 外面走进来两个清纯阳光的学生 看样子应该是大学生 而不是高中生 他俩刚进来 就看到吕树手上的韭菜 便眼睛一亮 其中一人蹲下来 哈喽 吕树愣了一下 这怎么回答呀 他想了想 嗨 How are you 对方也是愣了一下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Where are you from 这对话 直接给旁边的老板听懵逼了 这咋就忽然整上套路了呢 那个蹲下来的学生想了想 I'm from China 吕树沉吟了两秒 那你跟我装什么逼 来自王启安的负面情绪值 加199 来自孟云帮的负面情绪值 加166 蹲在吕树面前的王启安 非常的难受 这打招呼说个哈喽 有毛病吗 他不打算在这个话题上纠缠 老板 韭菜咋卖呢 两百 男的吃了 女的受不了 女的吃了 男的受不了 啊 嗯 吕树老早就想说这句广告词了 一晃憋了快半年 可算说出来了 不过吕树看着对方这俩学生 一会儿看看这个 一会儿看看那个 他忽然觉得 这广告词好像还缺点什么 是不是有点不够力度呀 他想了足足五秒钟 又补了一句 男的吃了 也可以是男的受不了 来自王启安的负面情绪值 加三百九十九 来自孟云邦的负面情绪值 加四百九十九 第三百六十八集 王启安听了吕树的话 当时脑子里一股热血上涌 就想打人了 孟云邦赶紧拦住他 诶 别动手 咱们这次来不是要打架的 把小妹带回家才是真正的事 别给爸爸惹麻烦 而且你一个修行者打普通人 要是穿到南边也不好听啊 王启安稳定了一下心思 说道 行 不给义父添麻烦 咱们走 这俩人的修行程度 吕树能够感受到 一级巅峰 这比较符合那些 没有功劳被卡功法的 道员班学生标准 吕树继续卖他的韭菜 这玩意儿光是看 基金会论坛上的火爆程度 就知道他不愁卖 别的倒是也可以开发点 新品种啥的 但是吕树求稳呀 要是经营得好了 说不准以后 还可以就坐在家里 等人上门收韭菜 多省事啊 至于万一 要是有人想抢他韭菜 或者福地的话 怎么办 这种事情 吕树觉得自己压根就不用考虑 横树山和印都在他的手里 而且谁这么不长眼呢 一根200元的价格偏高于市场价 所以卖得有点费劲 不过吕树是个有耐心的人 硬生生在文丸街里坐了一天 东西好不好 只有吃过的人才知道 吕树相信 他们吃过之后 就会爱上这种文丸韭菜的 早上出门的时候 吕树背着韭菜 晚上回家的时候 吕树背着钱 今晚和小鱼约好了 回行属路家里住 等小鱼在山上玩够了就回来了 吕树坐公交车上的时候 就在想一个问题 吕小鱼 是不是已经开学了呀 因为他刚树职回来 不用上课 结果他把吕小鱼的上课日期 也给忘了 难怪吕小鱼这两天贼开心呢 老往山上跑 刚到家里的时候 忽然发现 自己家门口站着三个人 一个中年人 两个年轻人 那两个年轻人 赫然正是自己在文丸街 遇到的王启安和孟云邦 不知道为什么 吕树忽然觉得 这院子里的路灯 从未如此昏暗过 像是蒙上了一层灰色的纱布 还有心情 他的心里一紧 因为他已经想起 这两个年轻人 尚无所说的话 把小妹带回家 才是正事 吕树走过去轻声道 你好 有什么事情吗 那位中年男子 身着西装 皮鞋正亮 他温和笑道 小同学 你好 你应该就是吕树吧 吕树平静的 嗯 我是 其实他也不知道 该用什么样的心情 去说话 总之 非常糟糕 你好 我叫孟月 请问吕小鱼在家吗 我从福利院打听到 他不在那里 而且好像一直跟你住在一起 今天费了很多事情 才终于找到你的住址 中年人说话很客气 并没有什么 以止气使的语气 只是 吕树仍旧不舒服 吕树曾因为自己贫困 将吕小鱼撵回福利院 可那不代表他讨厌吕小鱼 若是当时他就有能力养活自己和吕小鱼 他恐怕是不会那么做的 而现在 有人要来带小鱼离开了 吕树曾经设想过 可能有一天 小鱼的父母会找回来将他带走 也可能有一天 小鱼的亲人来到这里找到小鱼 然后给他更好的生活 那时候他在想 要是真有这么一天 自己一定会祝福小鱼的吧 嗯 就是这样 然而现在 对方明明语气温和 却像是手持一柄利刃 轻轻松松的 就扎在吕树的心里 疼得低些 那时候那么想 是因为自己穷呢 可现在 他明明都已经很努力在赚钱了 明明已经可以给吕小鱼 不亚于其他小姑娘的生活了 你们为什么还要出现呢 吕树笑道 小鱼等会儿就回来了 你们先来家里坐一下吧 你们怎么确定 吕小鱼就是你们要带走的小女孩呢 她没有暴怒 也没有悲伤 很平静 只是她还想确定一下 孟月笑道 当初我南下做生意亏了钱 结果小鱼的妈妈怀胎十月后 找不到我 就把小鱼放在了福利院的门口 现在我找到了小鱼的妈妈 已经确定她在墙堡里留下的线索 一张孟小鱼的纸条 还有小鱼身上的标志 然后跟福利院的老师确定了 这才找过来的 吕树心头再次一紧 她知道孟小鱼这张纸条的事情 后来叫做吕小鱼 纯粹是小鱼自己改的而已 只是对方说的标志是啥呢 你们 吕树还没说完 孟云帮皱起眉头 吕小鱼不是你的妹妹 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请你不要质疑这么多 上午的时候就想教训你了 吕树忽然回首 紧紧地盯着她 一级少尉 你恐怕还没资格这么跟我说话 若是跟吕小鱼确定你们是她的血亲 我不会阻拦 那也得等确定了再说 现在 这里 我说了算 就是这一瞬间 吕树身上翻涌起滔天的气势 宛如一尊少年魔王 刚从血海里走出 仔细想想 吕树已经杀过不少人了 吕树将少校军官证拿出来 摆在孟云帮的脸前 对面三人一时凛然 有点说不出话来 他们没有仔细调查过吕树 所以根本不清楚吕树到底是个什么身份 只是 十七岁的少年 应该就是一个普通学生吧 甚至可能是街头的小混混 小偷 毕竟福利院出来的 很多都这样 他们高高在上地想着 然而事实有点超乎想象 孟云帮曾听说 玉州道远班里 破格出现了一位少校学生 C级 他没想到 那个传说中的天才人物 早上竟然还在摆摊卖酒菜 吕树很清楚 自己其实应该更平和地 等吕小鱼回来再说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不习惯这群人说话的语气 他可以质问这些人 为什么丢下小鱼 有什么资格做小鱼的哥哥和爸爸 但他不想这么问 因为他很清楚 自己现在就是自私的心情作祟 想要把吕小鱼留在身边而已 因此 他不愿意假模假样地 去说什么扯皮的话 他自私是不对 可他问心无愧呀 还是那句话 错了 未必要改 一切都等小鱼的决定 小鱼若是想走 他也不会拦着 可小鱼若是不想走 谁来也不行 这一天对于吕树来说 来得太突然了 只是他在想 这仨人 怎么忽然就找上门了呢 此时 外面忽然传来小鱼清脆的笑声 孟月脸上出现喜色 走到院子外面 看着迎面走来的那个瓷娃娃一样的小姑娘 他忍不住喊了一声 小鱼 小鱼抬头看了他一眼 嗯 别乱逃近乎 你谁啊 孟月理了理情绪 当年你妈妈把你放在福利院门口 哦 这么一说 吕小鱼立刻就明白了 暗示得非常明显了呀 哦 那你走吧 我现在挺好的 如果说我有亲人的话 那就只有吕树一个 回答得非常干脆利落 似乎不管真相到底如何 他都早就做好了这个决定 这种决定 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 似乎吓得太草率了 可又好像本该如此 这个世界上 吕小鱼只认吕树 其他的一切都不太重要 孟月着急道 你是不是不相信 你耳朵后面 是不是有颗红色的痣 此时 他忽然发现 吕树和吕小鱼 诡异地对视了一眼 然而他却想不通 问题出在哪里 吕树乐呵呵地回屋里 抽出皮套里的长毛走出来 扛在肩上 然后乐呵呵地 看着这仨人 吕小鱼耐心解释道 那时候羡慕别人电视里都有耳钉 吕树就说帮我画一个 结果他用红笔不小心抽到耳朵后面 被一个福利院老师看见了 所以当作是颗红质 所以耳朵后面是没有红质的 早就清洗掉了 孟悦低头就走 我们还有事 先走了 吕树宁笑道 走去哪儿啊 全中国都解放了 只是说出这话的时候 吕树忽然在想 还好你们是假的 也还好 吕小鱼心里早就有了决定 来自王启安的负面情绪值 加999 来自孟悦的负面情绪值 加999 第369集 吕树平静地笑道 难为你们了 还去福利院调查了一下我们 当对方说到一颗红质的时候 吕树和吕小鱼那诡异的对望片刻 就已经知道对方是假的了 墙堡里的纸条 是福利院里老师都知道的事情 这个福利院还是比较良心的 每个人的物品都会存放在一起 长大了会问孩子要不要看 要不要拿走 吕树的吊坠 都是后来老师还给他的 而红质这件事情 当时老师偶然看到 以为是那里有颗痣 然而吕树和吕小鱼却知道 那是吕树失手点上去的 所以对方如果真的找到了 吕小鱼的亲生母亲 那么对方没可能说出 这个错误的信息 前几天吕树才刚看到 李贤一剿灭贩卖修行者组织的新闻 结果今天就撞到了几个骗子 别管对方是出于什么目的 吕树都会往最坏的方向去猜测 所以 这仨人凉了 吕树仔细回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为什么他一开始就下意识地认为 对方是真的 仅仅对方站在门口 他就脑补了很多 因为那两个年轻人去文完成的对话 带走小妹是要紧事 早上听到这句话 下午又见到他们 吕树没多想的情况下 就脑补了很多东西 结果呢 对方明显是精心布置了一个局 吕树净声的事情 向来在天罗地网内部流传 现在天罗地网内部的保密意识 还是可以的 毕竟开除了那么多人 以示警戒 如果对方是境外势力很大的组织 或者是天罗地网内部的便捷人员 那么对方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份 然而对方不知道 这就是三个想要拐走小鱼的江湖骗子 之前进京述职的时候 最后黑市里的资料就有 好几个黑市团伙 不仅黑法器黑灵石 甚至黑人 直接将有资质的人拐卖去境外 这种行为 非常违背人类的道德底线 吕树看到对方学生模样 和一级巅峰的实力 下意识地就认为 对方是天罗地网的学生 可对方 自己从来没有承认过呀 吃一倩掌一致 吕树平时虽然相对成熟 可他到底还是没有见过 江湖骗子想要设局的时候 可以多么会玩 然而 他们骗错人了 中年人梦月是个普通人 而另外两个虽然仍旧没法确定 是修行者还是觉醒者 可是 他们太弱了 孟云邦和王启安 此时面色大变 一人手中忽然凝结出 镜面式的墙壁 而另一人则将另外两人扛在身上准备撤退 两个其实都是觉醒者 不是什么道远般的学生 哼 太弱了 吕树平静道 你们 真的太弱了 刹那间 吕树长矛举起 孟云邦和王启安 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便被垂在地上 而孟月也好不到哪儿去 那凝结出来的镜面支离破碎 根本挡不住吕树的简单一击 杀还是不杀 吕树沉思着 平时他是不想杀人的 可问题在于 如果小鱼真的被他们骗走了呢 或许小鱼仍旧会没事吧 毕竟安东尼在身边 全天下能伤到她的又有几个呢 可如果小鱼没法修行呢 如果小鱼只是个普通的小姑娘呢 对方大概是在掩护遗迹那边 听说了吕小鱼的资质 或者是她的玉兽天赋 结果想要将她高价卖出去 所以来了这么一个局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三人对吕树来说都是不可饶恕的 想到如果小鱼只是一个普通女孩那种下场 吕树内心原本平静的湖面 就像是一头怪兽骤然出水 准备吞噬一切 那大概是她心底里一直隐藏着的东西 一头一旦被触碰逆临 便要责人而食的野兽 吕树越发地平静了 这么多年我们俩相依为命 你们现在就想要这样骗走她 所以我是想说 你们可能对自己有点误会 对我 也有什么误会 我不太想把你们交给天罗帝王 因为 我怕你们死不了 她可以是早餐车 李叔他们熟识的勤工俭学吕树 也可以是同学们眼中生人不尽的吕树 那时候 她其实都不算特别危险 就算你跟她吵两句 也并不会怎么样 甚至李点这样的人 吕树都觉得 对方仅仅是个江湖骗子而已 江湖中夹缝生存 坑蒙拐骗 罪不至死 那时候的吕树啊 仅仅想要为她和吕小鱼 挣出一份家底而已 单纯 戏人 却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 但现在 她是吕小鱼的吕树 她愿意为吕小鱼手上沾满鲜血 在所不惜 杀了这么多人 也不差你们几个了 梦月三人躺在地上挣扎着起不来 刚才吕树下手太重了 此时吕树倒提着长毛 毛尖就贴在梦月的心口上 手臂骤然用力 浓重的血腥味扑鼻而来 紫黑色的血液顺着砖缝流淌 是的 吕树不想把他们交给天罗帝王 因为他担心 这几个人到了天罗帝王的手中 死不了 王启安和梦云帮这时候才知道 他们到底犯了多大的错误 以往做错了事情 跑就可以了 但现在呢 他们压根就没想过 这个少年出手就要杀人 下一个 王启安 长毛燃血 必须要等引够鲜血 才能消除心头的恨意 是的 吕树非常憎恨这三个 想要贩卖小鱼的人 吕树轻声道 把C姐的气了 拘魂 看看他们的记忆 一个个去 别让他们转世投胎了 虽然不知道 有没有地府这样的地方 剩下的梦云帮 完全没听懂什么意思 只感觉这一瞬间 浑身的毛孔都炸了 恐惧到了极点 此时 巷子的尽头忽然出现 李一笑的身影 李一笑是来继续劝说 吕树跟自己去国外的 结果看到这一幕 直接愣住了 这什么人 先别上 然而吕树根本没有理他 长矛从梦云帮心脏上穿透而顾 吕树抬头平静道 想要拐走小鱼的江湖骗子 死不足惜 此时 外面聚起来了许许多多的邻居 对这边指指点点 有些人表情中惊恐莫名 吕树后台里的负面情绪值 开始疯狂刷屏 李一笑 回头望了人群一眼 哎 拖进屋里去杀也好啊 这影响太不好了 我觉得啊 你应该跟我去国外避避风头 什么影响不好 那都是扯淡的 这李一笑啥时候管过这个呀 杀了也就杀了 主要还是得把吕树 带出去赚钱呢 吕树平静地看了他一眼 好 我跟你去 不知道为什么 李一笑在这一眼看过来时 忽然心记了一下 吕树杀人事件被一级级上报 因为吕树军衔极高 所以这件事情 直接递到了京都刘海胡同里 问该如何处理 毕竟吕树动用死刑对待俘虏 这事在修行界里也挺严重的 只是 涅亭看了一眼之后 便不再管了 在这个文件上写了个月子 旁边人有点不明所以 这是处理还是不处理啊 他刚想问呢 结果旁边的人赶紧拉走他 不用问了 天罗也觉得该伤 而石学进则忽然兴致大发地进屋里铺开宣纸 只见他提笔挥洒起来 写下八个大字 菩萨心肠 金刚手段 第三百七十集 天罗地网内部将吕树杀死三个想要拐骗他妹妹的江湖骗子的事情 称作吕树杀人事件 这件事情因为有许多邻居看到的缘故 所以还是造成了不小的舆论压力 只不过天罗地网仍旧不顾一切 将之影响封锁的最小 其实天罗地网内部那些知道实情的人 都觉得这事儿吕树没啥错 杀了也就杀了 人贩子这种事情 走到哪儿 大家都说该杀 而且对方想要贩卖的还是吕小鱼这种有修行资质的 跟陈天罗关系近的都知道 陈天罗想要收吕小鱼围图来着 陈百里知道这事儿之后 十分震怒 事实上 最群情激愤的 还是北芒山上那些驻扎在那边的天罗地网战斗人员 自己这边天天给吕小鱼送零食 结果这仨人想把吕小鱼拐走 他们接受不了 接连一个月的时间 京都天罗地网内部 以及北芒天罗地网内部 都在讨论一个话题 杀得好 杀得漂亮 一时间简直可以用群情激愤来形容 可不嘛 最近都没再看到吕小鱼来山上玩了 都他妈是人贩子闹的 现在大家手里都攒了一堆零食送不出去啊 真是生气 北芒山上那群以吕小鱼大哥哥大姐姐自居的选手 恨不得申请一起去保护吕小鱼 然而吕树并不知道这些 他只知道邻居们看他的眼神都有点怪异 说实话 大家不是没有见过修行者之间的战斗 基金会论坛上都有 但是真的当血腥事件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时候 大家还是会有一些恐慌的 在这种恐慌中 吕树已然点亮了第三颗星辰 甚至第四颗星辰所需的负面情绪值都已经攒够一半了 这件事情里的恐慌原因 最根源的还是吕树明明已经将对方击倒了 明明有机会活捉对方 却还是毫不留情地杀掉了 可吕树不在乎他们怎么看自己 他觉得自己是正确的 至于陌生人怎么看他 这种事情从来都不在吕树的担心范围之内 人们总是喜欢以自己的道德标准去约束其他人 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一个道理 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而吕树则更彻底一些 他的道德准绳从不会因为别人的想法而动摇 如果连天罗地网都觉得他是错的 那么他也不介意带着吕小鱼远走他乡 安东尼是可以带着他和小鱼从地下离开的 这是吕树和吕小鱼现在最大的底牌 好在天罗地网这次毫不犹豫地站到了他的身边 这种感觉很奇妙 明明有很多人都不熟悉 对方却因为占有这个身份来关心你 肯定你 支持你 吕树以前没有感受过这种特殊的情感 以至于现在 他忽然开始觉得 自己混在天罗地网里面 好像也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晚上 吕树和吕小鱼吃过饭 吕树心满意足地带着吕小鱼爬上房顶 两个人坐在房顶的边缘 这是他们两个以前最喜欢的时光 吃完饭了 坐在房顶上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 整个世界里就只有他们两个而已 吕小鱼好奇问的 吕树 你真的要去吗 吕树说的 啊 确实影响不太好 要出去避避风头 据说天罗地网那边 因为这事压力也不小 这事发生之后 李一笑三天两头就往他们这边跑 好像事情一天比一天严重 搞得吕树必须跟他远走他乡避避风头一样 吕树有点纳闷 至于吗 然而李一笑一副笃定的样子 吕树也不想给大家添太多麻烦 毕竟天罗地网都向着他呢 他不能不为人家考虑考虑吧 对于聂庭来说 这简直就像是瞌睡的时候 有人送上枕头一样 刚想让李一笑说服吕树出去浪呢 这仨人就送上门了 而且这件事情对于吕树来说 压根没完 吕小鱼的功法 现在只能同时鞠两个魂魄 之前一个是安东尼 一个是头猪 然后在同关的时候 小鱼将猪换成了C级的刘大哲 这次杀人的时候 吕小鱼挨个聚来王启安 孟云邦 孟月三个人的魂魄 获取他们三个人的记忆碎片 等到获得他们的记忆碎片之后 就重新将他们烟消云散了 吕树确实不知道 这世上到底有没有轮回这种说法 如果真的有 那么就让他们永远没法轮回吧 吕树忽然明白一个道理 有时候罪恶便需要暴力来清洗 如果这世界不能给你公道 那你就需要自己给自己一个公道 说到底 吕树本身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从来都是如此 这一次吕小鱼获得的记忆较为完整 因为是三个人的记忆碎片 拼图拼起来的 这三个人 确实就是三个江湖骗子 然而没想到 地位最高的 竟然还是那个叫做孟月的普通人 按道理讲 吕树一直以为 孟月是那两个觉醒者 推出来表演的而已 在记忆碎片中 如果吕小鱼被顺利带走 他们将按照计划 先把吕小鱼带到南边 那里会有人接应他们 并且制服吕小鱼 接应的人实力也不算高 只不过是好几个地级 在他们的情报中 吕小鱼应该是地级左右的实力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如果能让吕树和吕小鱼 相信身世的话 本身就应该是一个 稳操胜券的事情 然后他们将带着小鱼 偷渡进入东南亚 并且在黑暗王国上拍卖 吕树每次想到 他们要拍卖吕小鱼的时候 就会忍不住地暴怒 而吕小鱼则在旁边 笑吟吟地看着吕树 明明是很愤怒的情绪 吕小鱼却看得很开心 这段时间里 吕小鱼都乖了不少 经常自告奋勇地 去帮吕树卖韭菜割韭菜 还做饭洗衣服 每天开心的不行 吕树接到李一笑的通知 对方这三个人的身份已经确定 而且对方其实近期已经上了天罗地网的黑名单 虽然不知道他们来内地打算干什么 但就算吕小鱼和他相信了对方的身份 他们也是走不出豫州的 而南边接应他们的人 也已经团灭了 可是即便如此 吕树也没有消气 也就在这个时候 吕小鱼从孟月的记忆拼图里 找到了关于夏家的信息 难怪孟月身为一个普通人的地位那么高呢 原来他本身就是下游买家金主派来的代表 吕树觉得自己有必要去东南亚走一趟 而遗迹正好也在东南亚